本期话题 宣医草的功效与作用 黄世敬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中医老年病科主任医师 宣医草的功效和作用 因为宣医草它本身有种淡淡的香味 所以一般来说 它对情绪的改善是非常有帮助的 所以它第一个作用 调长情绪还有安神 一般来说对情绪紧张 我们有时候可以用它 熏一熏香味 也可以就是煎汤服用都可以 除此以外呢 它调节情绪安神 保证睡眠以外 它还有其他一些功能 我们讲第一 第二个作用 我们讲它发汗 它就有发汗作用 发汗呢 它主要是用一些感冒 比如说风在感冒 我们也可以用薰衣草 一方面用香味熏常 也可以预防风汗感冒 另外还有一可能 我们也可以煎水服都可以 第二个呢 我们讲它还有一个就是调长 脾胃 那么对脾胃功能呢 也是有改善作用的 还有呢就是说它具有散寒作用 我们对它的发汗风寒 这些可能都是非常有帮助 整体而言薰衣草 主要还是就是说 它调长情绪是最多见的 用于安神 如果就是调长情绪 包括改善睡眠 这是最常用 对于就是说风寒感冒 调长脾胃功能呢 这些用得相对比较少一些 明镜需要您的关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